今天蒙恩典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4章30到31节 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 叫做天上的云降临 他要拆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 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 阿门 由山大大27教区教区长李正阳传道师 以五重福音第五再临为题正道 主题是所有圣徒的盼望 感谢充满的演奏和现实的平安师班和尼西广泉乐团的演奏 还有和一些演奏组合的特别演奏 指挥 他是指挥 可能是没有演奏 已经有接近20年了 为了今天的演奏 为了今天的演奏有准备 以前我记得这个姊妹又是一个很小的姊妹 现在成长成 现在又得奖学金 神家人成为一体 姜荣耀故意复身 感谢你们 今天讲五重福音的最后一讲 再临 副主题是所有圣徒的盼望 我们所有的圣徒都在渴望着 再临的主 我在高中的时候和朋友们有一个非常流行 非常喜欢的一个游戏 就是出几十道题 然后和朋友们一起分享 然后朋友们都写上答案 换着读 或者是猜是谁写的 互相猜是谁的答案 是这样一个健全的游戏 在几十个的这样的提问当中 我有一个提问 我记得有一个问题 那是这样的 如果说你的家着火了的话 如果说只能够拿一样东西出来 那么你会拿什么东西出去呢 那个时候是高中的时候 所以非常的单纯 把这样的答案也会非常用心地来回答 如果说是拿一个的话 是不是要拿我的乐器 我喜欢的乐器 或者是说呢 要拿着记录我十多年 人生历史的日记呢 或者是说 是不是神的话也最宝贵 是不是要拿着圣经出去呢 最后呢 我的决定呢 是要拿着圣经出去 现在呢 没有那么单纯 现在呢 可能会想着 圣经呢 再买就可以了 那个时候就讲圣经呢 不能够让它烧掉 所以呢 也想着要拿着圣经走 创世纪一章一章一节 说 起初神创造天地 还有呢 在启示录最后一节说 最后呢 说安门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这是非常宝贵的生命的话语 我们圣徒们呢 是不是也将着所有的 真死神这样的话语呢 那神的话语呢 是最重要的 我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呢 我有一个 不愿意接近的 一个 一部分 大家能够想象得出来吗 就是启示录 中心一年级的时候呢 非常忠实的一个基督徒 我们的担任 教师呢 说要以背题 这本书呢 读了之后呢 要写读后感 对我来说呢 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背题呢 是背题 英语呢 也是指它是背题 但是欢喜辉煌的意思 在空中一见住的瞬间 那种喜乐和欢喜的 一个词汇 那称作为背题 那背题的瞬间呢 对于信的人呢 是欢喜和辉煌的瞬间 但是呢 对于不信的人呢 反而是恐怖和绝望的瞬间 ONESTY这个 作者呢 写的背题 这本书呢 是以启示录为基础 所写的一本小说 有一个男主人公 家人呢 和他传道 但是他没有接受福音 但是有一天呢 他再起来之后呢 家人全都不在了 一起消失了 他想呢 这是他们所讲的 这背题 是主来接他们走了 那个时候他才知道 那个时候呢 他才接受这个福音 然后呢 把家人留下的圣经呢 他就现在在看这些圣经 但是底基督呢 以残忍的方法呢 最终呢 以这种残忍的方法呢 他还是背弃了信仰 是很惨不忍睹的场面 最终呢 他把背弃了自己的信心 那七年大灾难结束之后呢 主再临的这一瞬间来临了 他眼前看到再临的主 他就高声地喊 急呼 就是非常惧怕审判 说向山和眼神说到 在我身上把把我藏起来 是这样的 几乎 最后才知道呢 是启示录六章十六节的话语 启示录六章十六节话语 向山和眼神说到 在我们身上把把我们藏起来 躲避宝 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 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这个内容的时候呢 觉得非常的受到冲击 耶稣是爱我们的 神是听我祷告的 是好的父神 主呢 是会再来的 那个时候呢 有不能得救的人 还有在这地上呢 会受到拷打 会堕入地狱 这种事实呢 我觉得非常的可怕 所以呢 以被提为基础的这个启示录 我觉得非常的害怕 那认为呢 着火之后呢 会拿着圣经呢 跑出去 觉得圣经是非常珍贵的东西 但是呢 启示录呢 我都不愿意翻到那里 小心地来翻圣经 因为呢 没有得救的确信 但是现在呢 不是惧怕 反而是更加的可慕 更加盼望 当然得救呢 是直到最后呢 都要以惧怕 占经来成就的 但是呢 现在所记录的 启示录的 蕴含的启示录 里面的父神的爱呢 能够领悟到这些了 非常感谢 我们圣徒们也是 以后呢 被提呢 大家不要以为是惧怕的 要带着盼望 以等待着这种信心呢 来等待 今天的主题呢 是在灵 在灵呢 是和被提呢 一起 有相关的事件 那在被提 为了迎接 空中降临的主 我们的这些圣徒呢 这个在灵 和在灵呢 是同一时点的事件 我们圣徒们呢 也是以口目的心呢 要做一个整理 进入本论 重生圣洁 一致复活 再灵 是五重福音呢 是本集谈 这是耶稣教大汉 灵神圣节会议的核心教理 上次正教的时候 讲了第四的核心教理 复活 复活的信仰呢 是我们的主 完全死去 之后呢 又打碰了死 完全是 又复活 不仅是相信这些 我们呢 也要相信 我们死了之后呢 也能够复活 这样圣徒们的复活 就是在灵的时候 在灵呢 是按照教团和每个人呢 解释呢 有所差异 今天在讲呢 教会宪章里面的 五重福音的 基本的内容 还有呢 全是所讲的 苏景巴以色列 等等 这样的摘选之后呢 来准备的 今天的正当内容 在今天准备的 那种时候呢 看到了 印太网的词典里面 记录 基督徒呢 不相信有在灵 大概是这样的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相信在灵的话呢 那就说是没有 那圣经里 就是说相信 圣经里面的 一个部分 那就是不太相信 还有呢 在末了的 也是有疑问的 还有呢 对于神的工作的 奥秘呢 也是没有办法理解了 在罪恶满盈的 这个时代呢 怎样来保守 自己的信心呢 我是非常的担心 当然 在灵的信仰呢 如果说是 非常执你的话呢 也不能够去追随 追 跟随那个 终末论 但是所有相信的人呢 最为盼望的 世界呢 就是在灵 那圣经里面呢 最后呢 启示录里面呢 也这样说 22章20节说 证明这事的说 是了 我必快来 阿门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那对于在灵呢 有正确的一个盼望 那以呢 教会信章的内容呢 一起来查看一下 有在灵的概要 还有在灵的预言 还有场所时期 还有奇光景 对于在灵的目的呢 讲 然后要准备在灵 按照顺序呢 来查看一下 圣经话语 今天呢 出现很多的 圣经的章节 因为有预言 其他的都是 成就的话 在灵呢 是还没有成就的事情 所以呢 有很多的 圣经话语 根据这个圣经话语呢 来讲解 在灵呢 是升天的 耶稣再来到这地上 教会宣章里面呢 是这样来表明的 在灵是相信 我们的主耶稣升天 会以升天的身体呢 在千年时代呢 再次降临 基督的降临呢 是圣经的中心思想 是耶稣基督出灵之事 还有新约呢 是基督在灵的记录 在灵呢 还有降临呢 是同样的使用 这两个词汇 对两个这个词 这两个词汇呢 要有所理解 降临呢 是一般词典上呢 是这样进行说明的 神从天上下到人间 是这样进行说明的 基督教词典里面呢 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以人的形象诞生在这个地上 但是呢 基督教的词典里面呢 说这是第一个降临 就是出灵 一般词典的意思呢 这个降临呢 是主再次来到这个地上的 那主的诞生呢 第一次的降临 还有第二次的降临 就是再临 这样理解就可以了 还有呢 第二次降临的再临呢 那仔细地来进行说明的话呢 就是分两次来进行的 这样的就好理解了 在再临的过程当中呢 首先呢 要有接上图的再临呢 是空中降临 死人复活 还有活着的人呢 被提这样的事件 当然呢 是得救的人们 但是在这里呢 再临的 最后呢不是这样就结束了 那七年之后呢 被提德圣徒们呢 在空中 有空中会演 主再次来到这地上 那在这地上掌权的 仇敌魔鬼撒旦 灭绝他们之后呢 又有地上的再临 这所有的过程呢 那统称呢 就叫再临 所以呢 圣经里面呢 所讲的再临的预言呢 有的时候说空中降临 的再临事件 有的时候呢 是地上降临 再临的章节 那这个时间呢 除了必要的之外呢 就不再分 来进行说明了 那统称为再临 旧约呢 是对于耶稣 出离呢 来进行了记录 旧约呢 对于耶稣诞生呢 有很多的预言 主诞生之前 七百多年前 所写的 米加书五章二节 说 伯利亨以法他 你在犹大诸城中 为小 将来必有一位 从你那里出来 在以色列中 为我所掌权的 他的根源 从 恒古 从太初就有 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 说 因为一个 一婴孩 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 赐给我们 政权 必担在 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 测试 全能的神 永在的 父和平的君 还有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呢 说 耶稣来到这个地上 是怎样生活的 怎样受到苦难的预言 但是那比这 更加早呢 创世纪的时候呢 就已经记录了 耶稣会降临到这个地上 神呢 在给这个亚当 以亚当和亚下瓦 让他们受到咒诅的 这个蛇 蛇的咒诅的时候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我又要觉得 叫你的女人 彼此为仇 你们的后裔 和女人的后裔 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 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她的脚跟 那就是说 女人的后裔呢 要成为以色列的后裔 来打破 仇敌魔鬼撒旦的轨迹 亚伯拉罕呢 对亚伯拉罕这样说 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七节说 论福我必赐 大福给你 论子孙 我必叫你的子孙 多起来 如同天上的心 还变得杀你的子孙 必得着仇敌的成门 这样 第一次的降临的预言 已经成就了 在两千多年前 在以色列的一个小村子里 保利行里面 按照以色列的预言当中 受到很多的疾苦 疾苦死去之后 又打破了死亡圈柄 活过来 又伤了蛇的头 得到了仇敌的城门 旧约所记录的 主第一次的降临 已经成就了 那么今天所讲的主题 在临呢 是第二次的降临 的事件 来查看一下 圣经里面呢 有三百多次的预言 背负实价之前 前一夜 耶稣呢 和门徒们说 马太福音 二十五章三十一节说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圣 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约翰福音十四章三节说 我若去为你们 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 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哪里 使徒行传里面也是 告诉呢 门徒们 使徒行传 一章十到十一节说 当他往上去 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 忽然有两个人 身穿白衣 站在旁边 说加利利人呢 你们为什么 站着望天呢 这样离开你们 被见升天的耶稣 他们见 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门徒呢 不仅是去传耶稣的复活 在新约圣经各处呢 有在预言着 书信书里面呢 在预言着在灵 主的在灵 三一礼书十二章里面呢 也是不是说 直接性地对在灵的预言 但是呢 对末时呢 末日呢 也有预言十二章一节里面 十二章一节里面呢 说那时保佑你本国知名的天使长 米加勒必站起来 并且又大艰难 从有国以来 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 你本国的民中繁民 录在侧上的必得拯救 但你里先知呢 和神进行交通 那对于世界的末了呢 已经得到了起始 不仅是但一礼 在这地上呢 和神同情三百年的 被提的 以诺也是呢 对于在灵的世界呢 他也是知道的 新约圣经 有大书里面呢 这样记录说 有大书一章十四节 亚当的七世尊以诺 从预言这些事说 看那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 主的第一次降临 按照预言呢 正确的成就了 对于在灵的预言呢 也是会成就的 第二呢 对于在灵的时期来进行查看 在灵的时辰呢 是主的日子 还有神之日 也是万物恢复的日子 那我们的主所讲的呢 是最要的标准 马太福音24章36节说 那时辰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时辰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独父知道 本教会的先章里面呢 也是这样进行说明的 在灵的时辰 在灵的时辰 主很早就说 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时辰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独父知道 所以呢 最后人来说呢 是绝对不可能知道的 按照状况 就像贼一样 或者是像到临产的妇人一样 会突然来临的 接着对于这个说明呢 看到这样的预兆 是怎样知道的呢 进行了说明 还有对于这种预兆呢 分明地说 就是有灾难 还有有反基督教运动 还有假先知 还有很多的不法 福音呢 会广传 很多人呢 人犯的节奏会很快 知识很多 还有世上呢 有很多两类的事情 以色列会恢复 这些很多事情呢 已经成就 很多事情呢 还正在成就着 所以呢 圣徒们呢 要请请做准备 还有保罗书信书当中的 首先记录到的是 帝撒罗尼加前书 那就是说 破 终结的思想 帝撒罗尼加的教会圣徒们呢 让他们有一个正确的终结观 所以呢 对于再临的时辰呢 更加仔细的记录 帝撒罗尼加前书五章 二到三节说 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 主的日子来到 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灾祸忽然临到他们 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夫人一样 他们绝不能逃脱 那对于主的再临呢 说灭灵灭亡 那要仔细来想象的话呢 就是说 对于不能得救的人 所说的话 为什么呢 得救的人呢 对于再临之日呢 不是说是灭亡的 所以接着五章世界说 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 叫那日子临到你们 像贼一样 又一次地进行说明 那日子 那时辰 虽然说不知道 但是呢 通过预兆呢 是能够感觉到的 那比如说 临产的这个妇人呢 我们可以能够理解 现在医学很发达呢 现在呢 会告诉这个预产期 非常的准确 但是呢 比预产期呢 出生更多的就是 很多的都是不在预产期出生 有的会提前出生 有的呢 会延后 有的时候呢 产妇呢 会比医生呢 会更确地了解 我们教区的生徒就是 还没有到预产期 所以觉得感觉很异常 然后去医院去看 医生说 还没到时候呢 让他回家 然后他又回家了之后 回家之后呢 晚上呢 他又觉得很不对 然后呢 又打车去了医院之后呢 没有多久呢 孩子就生出来了 那比医生呢 来说呢 产妇呢 会更加地了解 自己什么时候 会生出孩子来 那看到这样的生兆呢 就能够知道 这个时候像贼一样 警醒的人呢 那就知道 这样的预兆是什么 《毛泰福音》24章里面呢 记录了这样的生兆 门徒呢 问主说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你将临和世界的末廖 有什么预兆呢 所以你们可以从 无花果数学个比方 当树枝发嫩 长叶的时候呢 你们就知道 夏天近了 耶稣呢 首先呢 对于末廖呢 进行说明说 严谨的讲呢 是不适合再临呢 是一个时辰 末时 末廖呢 是复合升天之后 随到再临的期间 那在这个末廖呢 已经过了2000多年了 那这种末廖的时间呢 时辰呢 主在临的那个时点 还有那个时代 那我们呢 在生活在末时的 主在临的末廖 今天呢 不是讲这个末廖 是在讲呢 在临这个基督信仰的 所以呢 就不对这个世界的末廖呢 仔细进行说明了 通过马太夫音的话语为基础呢 从以三个方面来进行传感 第一呢 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这是指呢 两次的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已经呢 是按照话语成就了 第三次大战呢 是在末日结束之后呢 在临之后呢 会发生的事情 还有呢 第二呢 会有多处 必有饥荒和地震 地震呢 现在呢 更加的频繁 有多么频繁呢 我非常的想了解 所以呢 来看了一下 地下厅的地震记录 7.0以上的地震呢 称作为大地震 1980年1月1号 将近40年了 1980年1月1号 到1999年12月31号 在20年时间呢 7.0以上的大地震呢 全世界呢 有日本的这个大地震 20年当中只有一次 那7.0以下的大地震呢 还是有一些的 那2000年1月1号 直到现在呢 有很多的 进入2000年的时候呢 很多人呢 祝贺 但是准不时说呢 以后会有很多的灾难 现在还不到20年时间呢 这个期间呢 7.0以上的大地震呢 有多少回呢 大家想一想 我问圣徒们 没有一个人呢 没有一个人呢 接近正确塔 10次 50次 是288次 同样呢 是20年 以20年为标准 但是相差呢 真的是很巨大 地震呢 这样的频繁 这种征兆呢 我们是能够 真的是能够感受到 那在找这个记录的 6月24号那一天呢 日本呢 有5.5的地震 还有印度尼西亚呢 有6.1到7.33 几的地震 有三次的地震 那饥荒又是怎样呢 2018年为标准 那地球上的饥荒人口呢 有我们国家的 是5千7百 我们国家人口是5千7百万 那2018年受到饥荒的人口呢 是8亿2千1百万名 好像是生活很好 但是呢 有很多人呢 受到饥荒 8亿2千1百万名 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 第三呢 是马太福音24章 十四节所讲的 这天国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这个福音 几乎没有说 没有传到的地方 所以呢 主来的日子呢 就如同在一表前一样 准备说这样的话呢 真的是一点都不为过 第三 对于赛林的场所来进行说明 赛林的场所呢 那本教会的宣章里面呢 讲第一呢 是临到在空中 还有呢 会说临到地上 记录呢 这个两个方面 就像之前所讲的 赛林事件呢 是分两次成就的 首先呢 是降临在空中 天撒罗林家后书 一章七节说 也必使你们受 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 与我们同得平安 那时 主耶稣同他 有能力的天使 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 天撒罗林家说 四章 十六到十七节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声音和天使掌的声音 又有神的好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的人 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的人 还存留的人 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犹太人呢 在等待着弥赛亚 会临到耶路撒冷的海岸山 他们不是说 认可出灵的主 所以他们还在呢 等待着弥赛亚 他们相信耶稣呢 他们相信弥赛亚呢 会临到海岸山 那就是说基督徒的犹太人当中呢 他们呢 也是在期待着主 要降临到海岸山 恢复十架的时候 祷告的地方呢 也是海岸山 还有升天的地方呢 也是海岸山 所以天使们说 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因为相信这样的话 所以呢 他们相信再临的主呢 会降临到海岸山 所以海岸山呢 有很多的坟墓 主再临之后呢 会复活他们期待的这些 所以呢 被埋在海岸山的基督徒们 犹太人呢 很多 他们在等待着弥赛亚 再临 那我们的耶稣呢 对再临呢 话语呢 是这样的 那就知道空中再临 没有说旷野 或者是说在屋里也不要相信 马太福音24章27节说 散电从东边发出直到西边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三十节后半节到三十一节 说他们要看见人子 有能力有大荣耀 叫着天上的云降临 他们拆遣使者 有用号筒大声 将他的选民从四方 从这边到那边都召聚了来 空中就是临到天空 也没有说是哪个国家 哪个地区 不是说一个有限的一个空间 我们主的再临呢 不受到这个地上空间的制约 就像说闪电 从东边发出直到西边一样 所有的人呢 所信的人呢 都会同时的能够看到主的再临 这样呢临到空中 所以呢说是空中降临 第二呢说主会地上降临 那就是再临的第二个世界 空中降临的时候呢 信主的人 已死的人呢会复活 还有呢 活着迎接主的人呢 会被提在天空遇见主 然后呢会进入七年云言 但是在空中 相反的这个地上呢 会有七年大灾难 七年大灾难呢 是在 仇敌魔鬼撒旦呢 会被赶到这个地上 而治理这个地 七年结束之后呢 我们的主呢 会再次来到这个地上 会捆绑着所有的仇敌魔鬼撒旦 把他们扔到无底坑当中 这个时候就会有千难亡国 这个时候呢 会和主一起呢 做亡一千年 第一呢就是临到空中 第二呢是到这个地上 还有第四呢 有再临的过程 讲自身所讲的圣经一样呢 我们呢也可以来更化一下 马可福音十三章 十三章二十六节说 那是他们要看见 人自有大能力 大荣耀 驾云降临 是驾云降临的 有大荣耀 和能力 要驾云降临 格林作前书十五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说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 就在一刹时 扎眼之间 号筒莫次吹响的时候 因号筒要响 死人也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这种号筒声成为信号 天三龙地价前书四章十六节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活着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雨里 在空中与主相应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那死的人呢 首先复活 还有呢活着还存留的人呢 会被提到空中 与主相遇 天三罗内加前书三章十三章说 当我们主耶稣 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 天三罗内加后书一章七节说 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 天使从天上的火焰中显现 像这样的话语一样呢 和很多圣徒一样 和天使们 有呼叫声和号筒声和火焰 临到这火焰当中 来整理一下 举相宪章里面所讲的 再临的光景呢 是驾云降临 在火焰当中有呼叫 有天使的声音 还有神的号筒 天使 还有众多的圣徒 在头脑当中呢 一起来勾画一下这个场面 我们台上的这个话呢 一定也想一想 是不是成为很大的盼望呢 是这样的光景 乘着荣耀的云 在显现在火焰当中 还有号筒声 有很多的天使 还有呢 已经死的人 信的人呢 下着荣耀之云 是成为很大的盼望 是这样的一个光景 还有信章里面所讲的 接着的内容 对于再临的目的进行说明 诸被捕的头一天 留下了遗言 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节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早就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是为你们 遇飞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遇飞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 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哪里 圣经里面呢 所总建的最喜欢的一个章节 主被捕之前 和门徒们说 直到最后呢 说直到最后呢 我最后我还要来接你们 你们不要担心 我会为你们 在天国预备地方去了 能够听到这样爱的声音 我们的主呢 我们的主呢是这样的应许 以后不再分离 会永远在一起 设给了这样的盼望 我们和主的关系呢 是新郎与新妇的关系 那为了主 在天国呢 为我们预备地方 然后呢 之后再来接我们 在灵的第一个目的呢 就是迎接圣徒们 第二呢 是建立公义的王国 并且来治理 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五节说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要给大卫 兴起一个公义的描迹 他必掌王权 行事有智慧 在地上施行公义和公平 以赛亚书九章七节说 他们的政权与平安 必加增无穷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 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 使国坚定稳固 从矜持到永远 忘记之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 我们主出灵的时候呢 是为人子而来 担负了我们的罪 背负十家而死 那在再临主来临的时候呢 是带着所有的荣耀和能力 成为以王而来 以公平公义 来治理所有万物 我们的主再临呢 是为了建立公义的王国 并且治理这个王国 第三呢 是审判活人死人 通过使徒信经的 我们也告白说 坐在全能复上帝的右边 审判活人死人 主呢是审判所有的人 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 说又看见了死的人 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 案卷展开了 并且临有一卷展开 就是生命册 死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 所记载的时候 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祖在临成就之后 这个地上呢 有千年王国 然后呢 到神的白宝座前面 受到审判的场面 无论大小 无论不分 任何人 任何人都会受到审判 活着受审判的人 不仅是这些 已死的人呢 也要站在面前受到审判 所以说 活人死人 会都受到审判的 审判的人呢 就是宝座前 坐在宝座上面的 我们的神 但是我们的主呢 会和神一起审判 我们可以知道这点 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六节 因为父怎样 在自己有 自己有生命 就赐给他 儿子也照样 在自己里有生命 并且因为他是人子 就赐给他 行审判的权柄 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习 其实后到了 凡在坟墓里的 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 行善的复活 得生 作恶的复活定罪 所以呢 以赛林的主来临的时候呢 会审判活人死人 在复活到正道的时候呢 我个人呢 有一个很大的领悟 之前呢 我所讲的复活的信仰呢 是我们主复活 我相信主的复活 我单纯的这样想 但是呢在准备话语的时候呢 知道了神的更大旨意 不仅是相信主的复活 我们也相信我们也会复活 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复活的这种信心 更加有确信了 那对于这个地上的一些迷恋呢 也认为是毫无价值的 就好像是 货币呢 膨胀之后呢 这个大额的货币呢 也好像是像废纸一样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呢 就好像是支票这些呢 就都被撕了 扔掉 没有用处了 那这个地上所有的荣耀呢 就好像是 如同云雾一般消失了 都消散了 那如果说真正的 有天国的盼望 那能够公交 拥有天国的盼望 而奔跑 再临的信仰也是这样 拥有再临的信仰的话呢 我们 我们要相信 主会再次来接我们 那是更加现实的 那等待着再临的主 所以呢 要更加的 警醒 所以我们的主说 在马太福音24掌 里面说在末了的时候 世上结束的那时候 做比喻 那以两个比喻呢 来进行说明 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 还有银子的比喻 在等待新郎的 十个童女呢 在等待新郎的时候呢 都睡着了 这个时候呢 新郎来了 那准备灯油的童女呢 迎接了新郎 能够进入婚宴 但是呢 他们没有准备好灯油的 剩下的五个童女呢 他那个时候去买油 这个时候呢 婚宴的门已经关了 就没能够进入婚宴 那说 所以要警醒 这里面所讲的 属灵的这个灯油是什么呢 要准备好灯油 准备是说 要有圣灵的充满 还有祷告 油呢 是指圣灵 那准备灯油呢 是圣灵的充满 可以说是圣灵充满 但是圣灵充满和祷告 为什么这样说呢 如果说不祷告的话呢 是不能够得到 圣灵充满的 要独立做祷告的时候 才能够离弃罪 在努力祷告的时候 才能够三神试探 有如火般祷告的时候呢 才能够离弃自己的意愿 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 所以呢 为了准备好灯油呢 我们呢 一定要有如火般的祷告 所以不要失去圣灵的充满 那7月8号开始呢 要有特别淡一离祷告会 大家要以期待的心呢 要更加如火般的祷告 做好灯油的准备 那对于末了 那有通过十个童女 还有银子的比喻呢 让我们常常警醒 一定要记住这点 下面讲结论 对于五重福音呢 来进行一个总的整理 重生呢 是得救的开始 承认自己的罪悔改之后呢 就会以主的宝屑呢 洗净所有的罪 那就会因信称义 领受圣灵之后呢 得到神儿女的认可 那重生呢 不是得救的完成 而是开始 创造我们的福神的旨意呢 是让我们成圣 那重生为开始的这个信仰呢 其后呢 就是要成圣 所以呢 圣洁呢 不是选择 而是必须的 其次呢 医治呢 是耶稣基督的赎罪 而得到的祝福 是赐给我们 要更好的福神的能力 那这样的医治呢 有很多神爱的证据 我们常常都是体验到的 复活呢 是神旨意的完成 那是一个复活的核心 我们要有复活的盼望 那最后呢 讲了在灵 有过程时间场所 还有光景 那通过圣经的预言呢 一起来查看一下 查看了一下 那本祭坛的基础 重生圣洁 医治复活在灵 今天呢 就讲完了 为了解决 解开这个难题的话呢 就是要夯实信仰 所以呢 整理了这五重福音 那在准备这些的时候呢 能够更加感觉到 福神更深的这种爱 五重福音的内容呢 讲了这么多的内容 但是可以用 仅用一句话来表达 大家要怎样来表达呢 重生圣洁 医治复活在灵 那有一句话来进行表达的话 那就是神 神就是爱 重生也是 为了我们能够得救的这种爱 圣洁呢 是让我们成为真正的儿女 分享爱 这是福神更大的爱 医治呢 是希望赐给我们更好的 福神的一种爱 复活在灵 也是一样 给我们神儿女的待遇 是愿赐给我们更好的 完全的永恒的福神 无限的爱 最终五重福音的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 神就是爱 就像之前所讲的一样 我在信神的时候 上去教会的时候呢 也是 没能够完全理解 福神的话语 也误会了神的话语 又惧怕福神 但是呢 现在呢 不仅是得救 直到审判 都是福神的爱 能够感觉到这些 所以呢 这么宝贵的 福神生命的话语 福神的爱 我们主的恩典呢 让我们能够领悟 能够这样生活 能够来到这宝贵的祭坛 不能够不向福神表示感谢 那几周前呢 周五十夜的时候呢 吉他一只牧师 所证道的内容呢 去海外证道的时候呢 问圣徒们 还有牧会者们 说理在路牧师 从神那里呢 得到解析呢 有很多的禁食和祷告 是一年吗 在那里的人说一年吗 他们说是 是有两年的祷告 然后得到了应允吗 他们说是的 没有 没有得到 是三年 四年 五年 直到七年 父神才应允他 赐了这十家之道的话语 能够得到神 深奥的话语的一个解析 十家之道的话语呢 还有其他所有话语也是一样 不久前呢 你说 有一位圣徒呢 受到邪灵的一个困扰 为了得到医治呢 他听到 听十家之道 这样告诉他 他受到妨碍 所以呢 他听十家之道的 也是有妨碍的 探访的时候呢 说要打开 这十家之道的书籍 然后要发出声音来读 对呢 读了几页 他读了几页之后呢 这是作业 直到修炼会之前 一定要把这个 十家之道的书籍读完 然后他 他一声说 好像是一种 清新的空气呢 好像是进入到 自己的身体里面 他这样表达 父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是 主人牧师没有放弃 祷告了七年 所以赐给这样的宝贵话语 这样的缺能 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大的祝福呢 主要牧师没有放弃 所祷告的 直到最后得到了这样的应允 所以我们才能知道 父神这样的 父神完全的这样 父神的旨意 所以呢 我们呢 不要放弃 我们呢 要一起来做祷告 要完全成就这样的旨意 不要说一年 之后呢 就放弃 要知道父神是怎样来爱我们的 到现在为止是怎样成就了 这么大的 这么多的事情 要更加来做祷告 来记住这一点 直到得到应允为止 我们要更加火热地来做祷告 成为这样的我和大家 父神所赐给的五重福音 我们的父神的所有的奥秘 能够完全成就 自靠话语 一起来做祷告 祷告 通过影像接受主人牧师的患者祷告 有疼痛的地方 把手放在疼痛的地方 若没有疼痛的地方 请把手放在胸前 为心里的心愿 接受祷告 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 此刻求你亲自按手 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 超越时空 做工在GCN电视观众之上 通过英特网和屏幕 接受祷告的支教会之圣殿 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 赐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 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 和疑惑的势力 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 求父用圣灵的火原本的光 焚烧病医治他们从头到脚 五脏六腑 每根骨节 全身神经 组织 细胞等一切疾病 奉耶稣基督的名 斥责仇敌魔鬼 塞旦以及所有疾病病菌 软弱都退去 光而尽入吧 求父用圣灵的火将 所有绝症 完整焚烧 净进 积退瘧疾 及所有疯土病 积退感冒 咳嗽 发烧 全身酸痛 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 任何流行性疾病 病菌不能进入求父保守 求父死胃癌 肺癌 乳腺癌 子宫癌 大肠癌 皮肤癌等各种癌症 以及艾滋病 白血病 脑溢血 高血压 低血压 心脏病 肺病 胃病 糖尿病 妇科病 皮肤病 甲床腺疾病 以及受炎症 也得到痊愈 也求父死小儿 麻痹 中风 关节炎 腰椎肩盘 突出症 也得以健全 腰痛 头痛 神经痛 在内的一切疼痛都消失 癫痫 自闭症 抑郁症 躁愈症 神经衰弱 等一切精神疾病 也都退去 我吩咐 麻痹 癫痪的得以释放 探治药 起来行走 跳跃 模糊的视力 要看得清楚 听不清的耳朵 要听得清楚 瞎子要看见 笼子要听见 哑巴要开口说话 使各种事故后遗症 得以洁净 骨折得到愈合 烧伤 烫伤 得以健全 火毒 都退去 热气也退去 腹耳 求做工不留下 一点疤痕 毒品 以及各种药物 剧毒 中毒 也得以洁净 你死的神经 细胞复苏 死人也复生 求父给不能怀胎的赐予怀胎的祝福 得到怀胎的祝福吧 奉耶稣基督的名 命令仇敌魔鬼撒旦 空中掌权的众恶魔都退去 祂的使者也退去 这世上的邪灵 污秽的灵 虚晃诡诈的灵 挑拨离界 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 松开一切凶恶的神 黑暗退去吧 光啊进入吧 求父神赐予你儿女们呼求祷告的能力 离其罪恶成为圣洁的能力 使他们灵魂兴盛 凡是兴盛 成就家庭福音化 祝福你儿女们一周间 从各种事故灾阳中得么保守 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 用圣灵的火源 天兵天使主火炎般的眼目 看顾保守 受使儿女们的家庭工作事业 将智慧和名则赐给学生们 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 保守他们的心思一年 不被世界所夺走 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 祝福您的儿女们 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 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 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 使他们都能见证我 遇见了神 体验了神 得到了应允 得到了祝福 父神感谢您 将荣耀归给您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